视频开始前想问一下各位的冒险人就多了解呢? 哈喽大家好,我是梁夏 欢迎来到星焰的角色攻略推荐 如果看完对你有帮助,希望可以点个赞支持一下 星焰是一位大剑主打物理的四星角色 定位主要以作为物理主C、副C以及纯辅助使用的多方位选择 后面也会着重说一下这个搭配推荐 星焰自身突破加的是攻击力加成 80级突破最多加的是24%的攻击力加成 三维属性方面上,基础生命值1.1万左右 防御力是799,攻击力249 总体上在四星中算比较优秀的存在了 接下来看看星焰的天赋技能 普通攻击,至多连续四段挥砍 普攻招式也很像北斗的攻击方式 不过北斗这里的收尾动作还是比较不一样的 重击则是创决圈,作为物理主C的话倍率还是可以的 如果不作为主C培养的话很帅,可不点 元素战技根据命中敌人数量决定护盾的厚度和伤害 固有天赋1是突破后减少命中敌人的数量 命中两个目标可以达到最大的护盾量 而且解锁固有天赋2的话 1技能存在期间还可以提供15%的物伤加成 也是星焰的核心技能之一 元素爆发对周围敌人造成一次高倍率的物理伤害 这个范围不是很大,距离比较远的一点就达不到了 然后还有额外的一个8次火元素伤害,倍率不高 主要手段是用来破盾的 不过有一所以动画特效还是很炫酷的 总体上如果你作为主C的话,那么推荐三个都要点 副C的话EQ对点即可,大招优先升级就可以了 接下来看看星焰的命座 1命,普通攻击造成暴击提升12%的攻速 5秒内触发一次,基本上是无缝衔接了 除非你特别飞,经常不暴击 这个应该不太可能吧 2命,大招的物理伤害是必定暴击的 而且还可以形成一个三级护盾 4命,1技能命中里能减低15%的物理抗性 6命,重击体力消耗减少30% 重击的时候根据防御率50%获取攻击力加成 命座总体下来,我的评价是比较吃命座的 怎么说呢? 从作为主C或者辅助来说 恶命和四命都是比较重要的 推荐至少恶命或者四命培养比较好 这里说一下满命的时候可以作为转圈圈的输出 这里的防御率转换为攻击力 并不是让你一定要带防御属性 只是让你Y的防御率并没那么亏罢了 总体上星焰需要双爆和攻击力为主的 目前的主流物理C分别是优拉、雷哲和星焰为主 主C的星焰搭配雷加兵触发超导减半试试的物看 巴尼特加攻,酸火 但是如果巴尼特是满命的话就不太推荐了 你可以换成粽礼或者其他治疗的奶妈都是可以的 如果作为副C大刀流爆发的话 可以配合恶命,密定大招暴击 搭配优拉,给优拉提供物伤加成以及减看 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了 优拉面板这里可以看一下 触发狼墨特效攻击是3200 然后剩一物是四决斗的 双爆是这样的,可以参考一下这个面板 然后托马的话这个血量3万多 还行吧 然后武器西风长枪 2000年二绝元 命作是命天赋6、11、8 如果只是作为一个纯补助的套盾使用 前期过渡还不错吧 武器可以选择白影剑 星焰搭配 优拉最大作用我觉得还是在破盾上比较不错 同时还能增伤减汗 作为一个纯补助套盾的话 全都会防御即可 盾量还是比较可以的 如果是作为主谁的话 五星武器首选赤脚、松赖、狼墨、武功都是可以的 四星武器首选赤骨剑、黑炎 纯补助的话可以选择白影剑、自己的大剑、套盾使用即可 主谁生硬物选择上 二长白、二体式、二决斗、二中式都是可以的 四长白因为限制问题不够稳定不胜推荐 适用常规的攻击沙漏、物伤杯 如果没有耗得物伤杯可以选择攻击杯过渡即可 头的话是暴击暴伤 四星方面的话前期推荐四雇人、战狂、武人过渡即可 好了以上就是星焰的一期角色攻略推荐了 如果你有看到这里可以发个弹幕证明你曾经来过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就点个特别关注 我是聊夏 我们下期视频见